为了毛孩家里又添置了一辆车 这回再也不用担心四个毛孩挤在一辆车里 每次都因为抢坐差点干起来了 也不用担心在村里边下大雪的时候 不是四驱的车上不来了 虽然我们买的是二手车 但是我跟蓝爸依然沉浸在喜提新车的喜悦中 也许这就是应了那句话 有一颗容易满足的心 快乐就会多一些 蓝色的生活因为有了毛孩而每天丰富多惨 继巴豆和大兰被蛇咬了之后 那天从树上掉下一个大绿虫子 这虫子挺长 是有点像蛇 它报仇呢 它因为是蛇 它又报仇 它不是咬你那蛇 吓老子一跳 一巴豆着糊东西的爆脾气 蓝爸也不敢通到嘴里抢 于是想了一个这个办法 给蓝爸脚都把自己拿上来了 走走快知道 抓住了吗在哪呢虫子 这时候如果先开网都是拿虫子的话 我们肯定没有八豆速度快 于是我们又想了另一个办法 带八豆出去溜溜吧 走吧别干 走出去溜溜溜去 豆豆你去不溜溜走 太损了他 你别逗我老公 走 豆豆 他给这尿活尿 给他上边 走去溜溜去走 走 出现了 豆豆走了 溜溜走 走吧 走 小舅妈在外边学的这声猫叫 连我都相信是真的 快走 别别叫 刚要吵了 别叫 好 好了 赶紧捡起来快点 费劲你 快去看咋子 这来个母猫的 反正有猫叫 等好几天了这猫也不出 今天再往里面出 虫子抓住了 走 这有猫啊 妈呀快点 哎呦我天呐 蓝色的生活因为有了毛孩而变得活力四射 这不 八道一出去 他们仨又嗨起来了 蓝色的小院里处处是风景 生活中处处有趣事 这不我跟蓝拔要出差广东 听说那边好多人都养了 我赶紧把免疫球蛋白吃上 结果一向会养生的八道 岂能放过这么好的东西 大宝你去吃啊 还想吃免疫球蛋白 那最近我你也有志气管炎 你也不吃点啊 我整个蛋 他还想吃 他已经吃好的 他啥好的吃啥 你看 只要吃半袋行 我不能多吃啊 哎 走了 只要吃半袋 行 吃半袋可以了啊 他咋子都吃半袋了 狗吃半袋是可以的 这家伙真会长得要 不服务 你先回去一会儿妈妈留你 好不好 等八道回来你再去啊 来 好不好 哎呀花花真乖呀 真棒 嗯 一会儿留花花啊 一会儿留一个 哎呀真乖 蛮算了等着了 你看 花花真棒 真棒 一会儿回来花花就去啊 真乖 好棒 我帮你帮你去啊 我帮你帮我 嗯 你来着帮你去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我说爸爸帮你去啊 帮你帮花花 行 我帮花花 我说爸爸帮你去 过来吧来 哎呀真棒 哎呀 我还真轻化 来 爸爸帮你去啊 爸爸来 好 坐 哎呦真乖 刚才真棒 哎 我行 一会儿 走 慢点啊 都不能跑 慢慢溜达的啊 继巴豆和花花的巡村之路之后 大蓝小弟现在每天也要出去两次 让开 让我来 现在家里有六只毛孩要养 闺女还在上大学 福宝还要手术 所以即便我的肩膀还没有好 但还是要跟蓝爸一起出去打拼 行吗 还有你吗 还有你吗 哈哈哈哈 等会儿 还有我去 我去帮你 弟弟妹妹在家 哦 豆豆 哦 过两天妈妈就回来了 哦 真乖 豆豆 真棒 你 你 那两货进屋之后 把他丢了我一只脱鞋 嗯 鞋给我拿了 你鞋给我拿来 你鞋给我 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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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接着啊 这么咬没碎 这鞋十多块钱 那个 这鞋 十五块八 那个 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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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时间有多大 假设你的避风港 风雨有多大 记得要回家 想起妈妈说的那句话 看看 不管路多长 记得要回家 有种幸福可以很简单 这边我们对小样和毛孩有万万不舍 但是仍然要砥砺前行 因为生活当中不仅有事与远方 还有柴米油盐 这次出差大概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 24号给大家分享 深圳高端女状工厂溯源 26号我们就回来了 不怕我想牵我的手掌 小时候的玩耍刻印在心上 你说不怕是些 我跟朋友们宝宝都在玩两天 在玩两天也不愿意去 你就是带个伤出差吧 带伤出差 你就上岛找这样的合作伙伴就知道了 嗯 你就找员工你就是说你 找搭档去哪找 别往里头拍我超 你能找到什么好的敬业的合作伙伴吗 我这样时还跟着出差 还拼你 还光说死四处 你惯着我 你看我值不值得被你惯 值得 敢说着不内心 值得 脸儿不深情 哈哈 哈哈 想起妈妈说的那句话 不关我 现在在这边把 你的皮肌这个一件 要不然吃后早会不会不行 这 这家啊 对 这家 三家 你知道为啥吗 这是以前带着巴豆过来 带 看的那个诊所 对吧 以前我一看 对 我觉得家伙伴不错